影视圈总是这样,新人来,老人被遗忘,尤其是许多女演员,她们可能只是过眼云烟,寥寥留下几个角色,便彻底销声匿迹。 虽然现在再回头看,当初的电视剧剧情和道具特效都有不少瑕疵,但是这些女演员们的最美身影,却永远地留了下来,比如少年王中的白素,那个时候看剧就被敢爱敢恨得她吸引了。 在看剧的时候,大部分人都会惊叹,天呐,怎么会有这么美的女子。 白素的扮演者一鸣阳光,真名王会,在这部剧之后,她还是演了《水月洞天离境传奇神鬼八正图》,三部古装剧中角色截然不同,但是她给人的感觉依然是美。 后来很少看到她的消息了,原来她嫁给了孽月,只是两人这一段婚姻,仅仅维持了四年时间,在离婚后,阳光彻底带出娱乐圈。 从近照来看,她现在依然很美,还有少年杨家家里柴俊。 主扮演者林嘉宇,她真的很有辨识度和无雷壮脸,而且演戏很有灵性。 在这部剧《奇勒胡歌》,彭于烟道一众一线明星的剧中,活泼的插却主带能圈粉,无数角而在这部剧成名之后,林嘉宇选择出国深造,在等她回来之后,已经只能偶尔在各种剧中客战角色了,凭借金战的演技,还获得一些奖项提名。 不过,在2013年,林嘉宇在微博公布结婚喜讯,之后带出娱乐圈,在《无消息》,《小鱼儿与花无缺》中的《小仙女》,也是我年少时最喜欢的角色之一。 很多人都说看这部剧最开始就是喜欢《小仙女》,在《喜欢张伟姐》,在我看来,她的美是现在发烂的整容脸一辈子也达不到的高度。 在剧中《小仙女》死了之后,不便没了追剧的《念想小仙女》这名白雪,在这部剧《奏红》之后,便突然消失了。 对的,白雪就是在2006年7月28月突然消失,再次出现已经是2012年,她也早早退出娱乐圈,酷雪已经建立自己的家庭了吧, 她有《大汉天子》中的魏子夫,在看剧的时候,感觉她比贾静雯的念如焦还美,即便之后不少影视剧中都有魏子夫这个角色, 但是我个人觉得,王林版才是最美的那个。 王林是主持人出身,在演艺圈待到2006年便彻底退出了,至于她的下落,没人知道。 这些女演员,你都还记得吗?